天色逐渐变暗 油房里传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古法炸油进入了高潮 其实三个人就顺着这个惯性 顺着这个惯性 你别说啊 这一撞啊 你感觉震得耳膜都 是不是感觉挺会腻的 很对 就那震的一下 能感觉到那个力 是不是使到点上了 哇 就咋一个三两下 你就觉得 真的是挺累的 在每次像叔叔他们 在这儿要砸走的时间 最少都要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你别说保护这个姿势 别说使劲 就光听个声啊 耳朵就正的 太不容易了 震耳欲聋的敲击声 汗流加倍的重体力付出 都让古法炸油 成为一种让人敬畏的生产劳动 只有三位大叔通力合作 才能将长约六米 重达一百千克的壮肝 幽起来 而杨大姐告诉我 他们每天要幽动壮肝 近三千次 此情此景 让我感悟到了 每一滴菜籽油的得来不易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